近日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的所长福奇 接连接受多家美国媒体采访 再次强调坚持严格防护措施 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重要性 特别是下周一 也就是7号前后 美国劳动节假期期间 保持防疫措施至关重要 福奇表示 面对即将到来的美国劳动节假期 目前美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4万例的数字 仍然庞大而危险 他希望单日新增确诊病例 在1万例左右才是较为安全的情况 我们知道从前的经验 当你进入假假期间 4月的祝福日 有些人有可能性 所以我真的想用这种机会 估计人们在这国际上 让我们确实还需要 把我们的肩膀固 拒绝这种肩膀固 福奇强调 目前蒙达拿 密歇根等多个州 新冠病毒检测的阳性率正在上升 特别是在19岁到25岁的年轻人中 尤为明显 因此他再次呼吁人们 坚持做好防护措施 有些肩膀固的东西 你能做得到 你仍然享受自己 这些东西我说过 常常的衣服 穿着衣服 施衣服 施衣服 避免的客户 肯定要保持在外面 而且房子 的肩膀要保持多 屁的肩膀 那么延伸 屁的肩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